不费一兵一足美媒称 中国以大面积占领美国先桌前的准备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不费一兵一足美媒 中国以大面积占领美国 从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 美国虽然嘴上说着拒绝脱钩断链 但其实一直都在趋势性的脱钩 在各个领域去中国化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长期战略 所以说 只要在某些领域和中国有关联 都成了美国政客的炒作对象 美国有些措施还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禁止五角大楼采购大江无人机 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减少对华依赖等 但让人不理解的是 美国现在真的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美国一些政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敏感到了什么程度呢 之前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 中国在美国的一家玉米加工厂可能会被叫停 理由还是国家安全 一家玉米厂怎么就成了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了呢 美国空军认为 这家玉米厂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很近 这里还驻扎着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机 而这个玉米厂的位置距离该基地有20分钟的车程 即使有这么远的距离 美国工军还是认为 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之后 美国媒体还做了一些统计 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 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 从不到1.4万英亩增加到现在的35万英亩 不到美国农业用地总量的0.03% 即使如此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继续惊呼 大量美国农田落入中国人手中 报道直接扣帽子 认为中国地主可以以农业作为幌子 设置侦察瞄准器 安装跟踪技术 使用雷达和无人机监视美国巨蟀基地 报道还配了一张图 指出红色的地方就是中国占领的美国土地 甚至整个夏威夷岛都是红色的 显然这个图并不严谨 而美国这波舆论造势 很有可能是为了通过一项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规定禁止中国 俄罗斯 朝鲜和伊朗 购买美国农田或农业企业的控股权 这个修正案是去年7月提出来的 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表决 这样一炒作 估计就是为了通过这个修正案提前舆论铺垫 外国实体拥有数百万公顷美国农业用地 可以说中国拥有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 但美国却只针对中国 这就是明显的政治操弄 跟买地面积大小没有关系 在美国有地的华人群体和中国企业得注意了 美国可能又要动手抢了 炒作中国在美国买地不是第一次了 在炒作中国之前 美国也曾炒过 日本要买下美国 这是老二的必经之路 其实在这种双方都在逐渐脱钩的进程中 中国有时候确实也得向美国学习他们那种敏感 不到0.03%的土地与中国有些关系 一家玉米厂都能警觉成这样 当经济下行时 社会趋于保守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 对他的对手越是吸死敌礼 越是证明了其走在衰落的路上 而我们也要有所警惕 时刻都在为掀桌子做准备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